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DIY 垃圾片鑰匙圈 那我們看到左邊有五片 那個垃圾片 那就是我們有依照它的形狀剪出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依照它的步驟呢 把它剪好,然後上面已經打好洞了 那接下來呢,我們就是要放到烤箱裡 但是我們可以先把烤箱預熱 然後呢 就是要先有一張白紙把它墊在下面 等一下 我們再進行這個步驟 那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烤好之後再把它放到一本書裡面去把它壓好 那接下來我們已經先將烤箱 進行預熱了 同時呢 我們也準備了一張白紙 然後將這個 熱縮片都已經擺置好了 等一下我們就放進烤箱 那可以看到現在已經將它放到烤箱裡面去 現在正在進行預熱 然後等一下看它會有什麼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已經烤好了喔 好 那這個厚度似乎有變厚 然後 但是它的面積每片都變小了 那等一下我們要趕緊把它放到梳裡面去把它夾住 OK 現在呢它正在被梳夾著 那等一下 等它冷卻之後我們就可以把梳 打開來 然後我們 順便 用手 打出壓一下 讓它受點力 壓個差不多一分鐘之後大概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成果 好好吃喔 你看 它就變成有一定的厚度 每天 都差不多一樣的厚度 但是面積都縮小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把鑰匙先裝好 那以下就是我們完成的兩個 同時這上面還附了兩個鈴鐺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